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又来到大鸟的读经分享时间 今天会用的还是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信中祝愿的部分 一章三节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恩惠和平安是保罗常用的用词 因为关于称义这个主题是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 因为我们肉体都软弱,让我们常常忘记它 不能全心信靠它 罪和良心常常折磨我们 但是基督已经胜过并且永远胜过了这些树敌 而只有基督徒拥有这种从上面赐下来的得胜的认识 保罗说 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恩典洗去罪,关乎罪得赦免 而平安令良心安息 律法主义的生活并不能够除去罪 因为没有人能满足律法的要求 律法显出罪使良心充满恐惧,将人推入绝望 人所发明的努力根本没有办法除掉罪 事实上,一个人越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取功劳 他所陷入的债务就越深 除了上帝的恩典,没有任何事物能除去罪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一个人要说服自己单靠恩典 而不靠其他的方法是不容易的 但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罪得赦免和与神和好 这个世界认为这是一条有害的教义 这个世界宣扬的是自由意志 自然而然把做好事当作赦罪的方法 但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 我们良心没有办法得到平安 我们想要透过宗教操练 使我们良心得到平安 可是最后都失败 因为这些手段只是增加疑惑和绝望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 直到我们抓住那恩典之道 保罗没有祝愿加拉太的信徒 从皇帝与君王那里得到恩惠和平安 而是从父神那里得到恩惠和平安 他祝愿信徒们有属天的平安 而这个属天的平安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属世的平安能让我们平静的享受生活和一切我们所拥有的 但是在患难,特别是死亡临到的时候 这个属世的平安不能够拯救我们 但是从上帝而来的恩典和平安却可以做到 他们能够使一个人干强并且勇敢 以至于他可以承受并且胜过所有的艰难 甚至包括死亡本身 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得胜 我们有罪得赦免的把握 有人会问的 那为什么保罗要加上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 难道他认为说从父神还不够吗? 简单来说 当保罗祝愿我们恩惠平安不只是从父神而来 也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时候 他是在警告我们 不要用我们所谓的好奇心去探求上帝的本性 我们应该受教于基督 他是上帝为我们所设立的神圣教师 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所说的那样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并且上帝本性的一切丰盛 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本是上帝 而与此同时保罗也确信了我们的信条就是基督乃是真神 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确认我们的信仰 因为撒旦对他的攻击从来都不停止 他从事我们的信仰 他知道我们是靠着信胜过了他和世界 基督是上帝 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谁能有赐下恩典和平安的权柄呢? 除非基督是上帝 不然的话他做不到 因为赐下恩惠和平安是上帝才能做的事情 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这些祝福 天使不能 所以当我们把创造和基于恩典、平安、义、罪得赦免 这些神圣全并都归于基督的时候 就必然得出基督就是真神的结论 同样约翰从归于父与子的工作中断定他们原为一 所以我们从父与子所得到的恩赐原是一样的本为一 不然的话保罗应该这样写 用恩惠从父神而来 用平安从主耶稣基督而来 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子做 他把二者合在一起说 他就是把他们平等的归于父与子 我们是被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 就是基督乃是真神 因他赐于恩典和平安 而唯有上帝才能创造和赋予这样的礼物 今天的迦拉太书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你可以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